这是一辆宝马摩托车 四缸六速变速箱 最高时速可达299千米每小时 百公里6到8个油 售价18000欧元 全身超过4500个独立零件 今天带大家看看 它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 这里是德国柏林 1969年宝马就在这里生产大型摩托车 这里的工厂足足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里大多数操作都是由机械完成的 摩托车会在一个无人驾驶的台子上前进 安装完成一步继续前进 直到完全安装完成 整个步骤下来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里是世界纪录片的第43期 每辆摩托车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发动机 这架发动机马力199匹 最高速度299千米每小时 通常组装一个发动机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整个曲轴箱里要放4个活塞 放满4个活塞后 现在开始安装曲轴 工人们用几根白色的定位棒 然后将曲轴准确的放入曲轴箱中 再用机械把螺丝拧紧 接着就是带有驱动小齿轮的6速变速箱 尽管发动机空间很小 但是每个地方都是经过精密的计算 盖上盖子后 师傅把23根螺丝放在里面 然后由机械手臂来拧紧螺丝 这样可以避免除任何差错 这个是气缸盖 上面有气门 突轮轴和火化塞 这是最复杂 也是最贵的部分 这里每天生产140多台这样的发动机 每个步骤都是固定的时间 为了节省时间和效率 这个壳上面抹胶的任务会交给机器来完成 整个发动机的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这个连轴器 安装完成后 员工会连接电来 测试发动机在2000转速下的性能 整个测试要连续不停高负荷运转两个小时 测试完成后 这台发动机就会被放在传送带上 经过漫长的运输 它会来到生产大厅 以发动机为基础 一共它要经历34步 才能变成一辆摩托车 第一步先会给它装上排气筒 装完完后放在自动驾驶的台子上 接下来是摩托车底座的框架 这是由铝制成的 重11公斤 因为要承受310速的力 它的制造极其精准 整个部件先是用毫米般的机械焊接 再配上人工的高超手法 最后喷上漆 打上序列号 配上电路就可以进行组装了 工人将它拧在发动机上 继续前进 过程中会有一些人来安装一些小的配件 所有的螺丝安装都会在电脑上记录 为了避免人工造成的失误 这里是摩托车的前悬架 工人用机械安装过程中 可以看到所有螺丝是否已经拧紧 每天整个工厂这个线路 可以生产220辆摩托 下面就是后摆臂和减震器的安装 这个也是铝制的 只要简单的安装就行 上螺丝这个活 后面会有专门的人来做 接着是安装空气过滤器 这个相当于摩托车的肺部 安装过程也要极度的精准 后轮需要先在上面安装一个阻尼器 然后是44个尺的链轮 几千克的后轮与摇摆臂完美配合 这个链条是用高强度的材料制成的 硬度和弹性都超强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最大的一个部门 这里是制造发动机的地方 这里的工程都是用机械来完成的 精度差在微米以内 这是测试活塞的设备 每个活塞在这里 都会测试各种压力下的状态 完成后再由机械计算 每个活塞的重量不能有任何区别 如果一旦活塞的重量有一点不同 带来的就是发动机的抖动 摩托车的曲轴也是在这个部门制造的 这么小一个轴 每分钟14300转 当雕刻完毕后 会有一架机械手臂 把曲轴放到一个高压的热水池里洗个澡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除表面的毛刺 让曲轴闪闪发光 刚经过水洗 接下来是火烤 上漆 打磨 然后是成品 回到流水线 现在你看到的是 45分钟后摩托车组装的样子 现在正在安装冷却液 车把上继承了车载计算机和发动机控制单元 车台车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装配线 现在会经过一次人工的检测 然后再经过一次机械的检测 机器会把拍到的照片 和它数据库里面的样本来对比 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接着摩托车继续坐着自动运输车往前 后半部分的装配就是一些外部的配饰 首先是头部 两个昂贵的大灯 中间这个孔是用来进气的 这里的工人正在装配汽车的ABS系统 装配完成后 他会接上所有的线路 然后插上机器 看一下是否全部连接通顺 要能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人 必须是技术过关的 他们上岗前都会先培训一个月的时间 每个人的手法都会很快 油箱也是完全用铝制成的 只有两公斤重 可以容纳17.5升的油 焊接的过程要非常的严谨 中间出现任何差错 这个油箱会直接被扔掉 十分钟后 小姐姐把油箱加工好了 然后她会进行一个测试 把油箱浸泡到装满蒸馏水的池子中 放上半个小时 看看会不会有气泡产生 这一步也是电脑在检测 不会出现失误 测试完成后 会给它上一层蓝色的底漆 然后再由人工贴上遮挡物 再喷上一层白色的油漆 完成后就可以连接油管 装在摩托车上 剩下的部分 还有13个外观部分 它赋予了这辆摩托车独特的外观 这些也是可以定制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贴质 工人们会用手工贴在侧板上 然后再开始喷漆加热 贴在上面的贴质 会直接像油漆一样粘在侧板上 然后每个侧板都会粘上一个条形码 坐上传送带 跨越几层楼 来到仓库 现在的摩托车已经可以上路了 工人们给它加上制动液 检查它的刹车功能 安装侧板 挡风玻璃 以及前挡板 一切都安装完成后 摩托车会自己来到监测器旁边 到了这里 工人会把车卸下 自动运输车会自己开回去 一个新的发动机正在起点等着它 工人把车开进侧室的房间 戴上耳机关上门 把车速加速到140千米每小时 测试摩托车的所有功能 任何错误都会反攻 整个工厂有8个这样的测试台 每天最多可以测试600辆摩托车 一个员工每天可以测试40辆 十几分钟后 摩托车被开出了测试室 它将被包装起来等待销售 整个过程经过了两个小时 一辆有数千个单独零件 组成的摩托车诞生了 马力199匹 最高时速299千米每小时 最大扭矩113米 百公里油耗6-8个油 装满油 整个车的重量是200公斤 这样的摩托车 你会买吗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看这类纪录片 欢迎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